我们如果在这一生 把机会抓到了 什么都放下了 一心念佛 真的往生进土了 是不是这一生是开始的 不过是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 过去深深深深做的修佛 那学了多少事了 这一生成功 脱离六道轮回 那你感到非常幸运 你会很感恩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这个法门 你要搞其他的八万四万里 任何一个法门 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功 那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法门 都要放下烦恼 你才能上升 这个法门不必 反倒去不必放去就容易了 死先踏地 跟阿弥陀佛 跟定了 一步也不跟谁 那这就倒进入世界 那你看 这蜘蛛啊 所以 尽踪 不怕蜘蛛 只吃名号 能够蜘蛛 吃是报吃 不能吃掉 坚固的执着 执着阿弥陀佛 其他的都不要了 这种人呢 往生极乐世界 凡胜 统统图 好啊 极乐世界的凡胜 统统图 跟时报 专业图 没差别 都在一起啊 当中啊 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 我们这个世界有 那边的世界没有 为什么没有 空间维持的障碍 是从 分别执着来的 你分别执着没有了 这个障碍就没有 那我们这个分别执着 没断呢 这个障碍不是 带着到极乐世界 没关系 极乐世界的人 统统没有分别执着 你到那个地方去 很快 几天就习惯了 你那个分别执着 吸气也会放下 为什么 这个分别执着 是因为你想得的东西 你的欲望啊 你得不到啊 你才执着啊 如果一切 你所需要的 你念头一想就来了 不要就没有了 你看这个多次在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四十八面 加持 你到极乐世界 你想什么都有 你统统能得到 武德长江 四一的一 四十的十 不需要人工的 衣服不要去买衣料 也不要裁缝啊 这一想就穿在身上了 那想吃的时候 八位饮食 在经上常讲 八位饮食 它有典故 吃饭的时候 是一百道菜 这从前皇帝 皇上的饮食 是一百道菜 不管那吃不吃 他每一餐 是一百道菜 八位饮食 你的物质生活 跟帝王一样啊 也不需要人工 你这一想 东西就在那里 吃不要了 不要就没有了 干干净净 一成不然